大家好 我是威廉老師 那這個單元啊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光顧化驗表機 到底要怎麼去操作 A機他的原理 還有他的切片程式 怎麼去做設定 他跟我們的FDM PLA 列印的方式啊 有很大的不同 那3G列印的步驟來講的話 還是一樣三個步驟 第一個建模 第二個切片 第三個列印 那光顧化這邊呢 比較不一樣的就是切片跟列印這邊 切片軟體也不同 列印的方式啊以及原理啊也都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切片軟體 在線材FDM的印表機來講 我們是用QRAR這套軟體 那我們如果今天要用光顧化驗表機的話就要使用 赤兔切片這個軟體 那這個軟體啊是目前光顧化 切片程式來講 蠻好用的一個軟體啊 啊雖然他有分基本款跟付費版 但是他的基本 免費版就已經很好用了 首先呢你要在google搜尋上面搜尋赤兔切片 你就可以找到赤兔切片這個 方方程式這裡 然後 在 點選下載這邊你可以點選下載 就會進入到這個頁面 那我剛才在前面有講到 赤兔切片他有基本版跟pro版 pro版他就是要收費那費用的方法 其實也都不太便宜了 那以新手來講的話我覺得基礎版就已經很夠用了 那這邊就是點選一下下載 啊 那 他 基本版的下載啊有分穩定版跟beta版那我會建議先用穩定版 好 那作業軟體的話他都有支援到window啊mac啊以及lienus都有 好就選擇你要的作業系統去按下載這個動作 那因為 新的版本的1.9版啊 他在3D電印當中 有增加了新的功能 兩段式跟靜止時間 就是這些功能 我們在後面會來講到 所以比較舊的機器啊你就要去更新他的固件 你就要去更新機器的韌體 所以他這邊是在確定說你有沒有去更新你機器的韌體啊 好 那如果ok 之後啊 你就按 繼續下載 那 赤兔切片啊這邊有個 地方要注意就是說你你要先註冊他的帳號 他才會給你下載 所以 如果你還沒有註冊帳號的話你就要先去註冊帳號啊像我已經註冊完了我只要登入我的帳號 跟密碼 就可以去下載 那我們剛才在前面有提到 如果你要用赤兔切片新版的話 你就要去更新你的韌體 那這邊更新韌體的話 就是選擇你的機器型號 像 我們台南大學買的型號都是普羅森的 Sonic 4K 或者是Mite 4K 或Mini 4K 那他就會有相對應的韌體 好那 上路韌體的方式有很多種了 好就看你的機器去做設定就可以了 那打開赤兔軟體切片之後啊 就會進入到這個界面 就會進到這個界面 然後就選擇右邊有個設定 這邊有個設定 就選擇設定這邊 點進去之後啊 我們第一件事情呢 這邊 因為 我們剛安裝好的軟體之後 你還沒有設定任何的機器 啊 電腦也不知道你的機器的列印大小 有多大 所以這邊 記得 那你就會看到左上角這邊有一個加 好 就是可以添加機器 那我們 用到的機器啊是普羅森的Sonic Mini 4K 所以我們就選擇我們的型號 好順便看一下這圖片是不是正確的 那就按一下確定 我們 測定好機器 之後啊 我們就要來探討說參數 到底要去怎麼去做設定 好 那這一頁啊 我要講的是決定數值 成型的因素 那 FDA印表機 它是用線材的方式 所以它是用溫度 來影響列印的品質 如果你今天 用PLA的線材 但你設230度 那變成230度來講 對 對PLA玉米澱粉的溫度太高了 所以你會發現你印出來的東西會有點皺皺的 然後有時候會有點烤焦的感覺 好 那以數值光顧化數值來講的話 最大的因素就是它的曝光時間 你曝光的時間越多 它數值會越硬 好 那 你的曝光時間越少的話 它數值會 越越軟 但是 曝光太多 過過的話 有時候如果你做卡榫類的東西 就會造成它 過度的膨脹 卡榫就會散不進去 好 但是你曝光的時間又太少的話 其實成品會軟軟的 很快就會失敗 甚至會變形 所以 一個數值啊 如果抓住它曝光的時間 到一個很下當的位置 不會太硬 也不會太軟 剛好很適中 太硬的話細節就會消失掉 太軟的話就不堅固 所以要取得到一個平衡點 所以一般在買光固化數值的時候啊 他都會寫說 我的曝光時間大概要多長 好 再來這邊有個原則了 我們底層的話 我們是希望 他可以扎實的黏在平台上面 所以我們曝光的 我們底層曝光時間就要去做拉長 那最後這邊也在提醒了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那既然 曝光時間太少 那我就把它拉到曝光時間最多就好 這樣不是最安全嗎 好 那我剛才前面有提到 曝光的時間越久啊 只會影響到模型的細節 因為過度膨脹嘛 原本有比較細的一些 科限那些的過度膨脹的結果 他就會消失不見 那 設定參數來講的話 我可以分成兩大類 第一個叫底層 第二個叫一般層 然後要分這兩個 就是 底層啊 就是希望底層的參數 是要比較安全的 好 他需要穩固 他需要扎實穩固的 所以我們底層就會曝光時間較久 好 然後拉伸的速度要慢一點 越慢越好 因為你剛開始 一開始 底板都還沒有 建立好 好 那就快速的拉伸就會造成他 失敗 好那一般層就是 基本設定極可以的 如果可以在速度級穩定只取得一個平衡 他的意思說 講 一般來講我們硬越慢其實是越安全 但是有時候 硬太慢了會影響到我們一些效率的問題 所以如何在速度跟穩定中 取得一個平衡 就是在一般層這邊要去做好好的設定 所以這邊在做最後一個歸納就是 參數設定通常就會直接先分兩類一個是底層類的一個是一般類 好 那我們先先講一下底層的部分呢 底層的話也是一樣你底層 幾層以內算是底層你要設定底層的層數 然後再就是曝光曝光的時間 還是底層面燈延遲的時間 然後 台深的距離跟台深的速度 到這邊一一去做講解一下 層數的話就看你底層想要用多厚 算是底層啊 我們通常都6到10當作底層 那曝光底層曝光通常都是時間的 就是 你讓他底層曝光的時間 看他拉多長 我們都會拉到10秒到15秒 好 那 滅燈延遲的時間 那 滅燈延遲的時間 他的意思就是說有時候我們 那個曝光結束之後 需要讓他等待 甚至 那個 拉伸過程當中那個數字要慢慢重新注入 所以要有一點時間讓他等的 不要一下去就馬上開燈 讓他去做音化 好其實能就會失敗 那這邊現在 有新的功能就是 可以直接去 暫停了就是你下去之後暫停 暫停2秒到1秒 讓他暫停2秒到1秒 好讓他緩一下 然後就去做曝光的動作 好再就是底部台深的距離 通常我們會426mm 看你 好我們通常都是 台深的距離 光固化數值他其實 在 注入數值就是 他固化完之後會把固化的那一層 抬高 然後讓新的數值流進去 然後再重新固化 好 那我們通常台深看你要的厚度 我們通常6m 拓5m 好 然後再就是 底層台深的速度 我們通常都會射到50 我通常都射到50速率都射到50了 好 台深的速度 好 他去台深速度如果太快的話 很多可能會把模型拉斷 好 所以我們會慢慢去做台深的動作 讓 固化的數值 離開那個離型模 好 這邊 一般層的話就表示底層印完之後的乘數 你要怎麼去做設定 好 那最穩固已經 花很多時間印完之後啊 一般層我們就可以設定比較快的方式 那 層高的話就跟 就是像我們模型一樣 就是大概就是光顧化我們通常都是0.05m 跟你一層後就是0.05 好 跟FDNA表記也是一樣 但是光顧化可以再更新一點可以到0.03m 好 再來是曝光時間曝光時間我們通常都是1到4秒 好看你那一罐數值給予的建議的時間 好 有些數值他 這種可以速成的他該1秒啊有些數值真的是比較慢一點可能要到4秒或5 6秒都有 好 像有時候我印那個軟掉的軟掉他其實曝光時間要更久 那滅燈延遲時間也是一樣就是 你那個 台深完之後 下去 讓他等待多少時間啊我們這邊都建議1秒 就讓他 1秒緩衝一下 再去開燈去做固化 不要一下去 數值 還在 還在平均 在Dc膜上面的算就做固化 這容易就失敗 他台深距也是一樣就是你 因為你固化完之後啊你要回填數值 我們大概都是設6am 然後台深一下下 台深速度也是一樣 不要太快 好 我都設50mm這邊 不是台深速大概是50這邊的 你不要台深太快因為他有時候 他只是用那些支架去拉去把 大一些 固化數值提升起來 如果你速度射太快的話 支架有可能會拉斷 那往往就會造成模型會失敗 那台深速度來講的話 他這次的改版其實改版蠻多的 傳統會像這樣子 比較費時間了 因為我們通常 上去是 假設我們上去是50之後 其實下來沒有差 我們下來可以希望快一點 可以設到150 但是有時候下來怕會有一些誤差 然後他現在新的方式就是用 二段運動 就是我在台深的這段時間我慢 沒關係我這邊可以慢 但是我到這邊我可以快 可以快到150 就是我在拉離開離型模的時候可以慢慢的拉 但一旦我拉開了我就可以快速台深 他這邊也是一樣我下降的時候我可以慢慢下降 但是啊 我要到接近數值的時候我再把速度變慢 這就是他這次改版 的一個重點 那這樣的話變成我們在以前 跌應的速度上面就會 有很大提升 不然你這邊全程都是50非常慢 那這邊有一段加速之後我們可以縮短這邊的時間 那下去也是一樣 以前我為了球快我們下去其實都蠻快的 但是有時候下去 這個支架是軟的 然後 下去的時候太快 支架就被沖散 掉 就會造成我們的施發率就會增加 好 那這邊 就是所有的 參數設定 好 那 他可以依照他這邊 看一下我的設備這邊他這邊有一個 你可以自己去設定 制定你這關掉的名稱 好 那我就自己 我們常合作廠商水桶會當例子 好 那我們剛才有講到數字就是他的參數設定直接分成兩類 好 就是 你看到這邊有個底層的 底層的 還有底層的 底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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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層的參數就是要穩過參數所以會比較慢一點所以他底層會額外在做 設定 那底層的設定完之後你就可以設定一般層然後你要曝光多久啊 再來是你要抬升多大距離回程多大距離抬升多的速度啊回程速度這些 所以這邊你可以看到 他這邊就 分成兩種類了 那再來就是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之前有一點一個 抬升後靜止的時間在這裡 有看到抬升後靜止的時間 好 那以前以往我們就要設我們就是要去設定說 他那個 我們的速度啊跟我們的機器的距離啊 去算他到底要靜止多少時間呢 但是現在這個東西我們就不會去做設定了 我們現在就不做設定 因為他現在給了一個新參數叫做 回程後靜止時間 你不要再去算他多少 時間後會回到家 然後再開燈 你現在只要去想說哦 我只要回到底面 我要靜止多少時間 好 那 這邊我是測三秒啊其實可以到兩秒 我一秒都可以 好 他三秒是 你可能在安全一點的 去 換為類 那如果初學者不太會設定的話你可以先依照我這個數據去做配置 我的意思這邊就是 底層的話台升距離3加4 他的意思就是說我台升3 就是最下面台升3的時候是50 台升上來到4的時候我就開始變200 那回程也是一樣 這邊的話如果 還不是剛初學者的話你就可以照著上面的去做 設定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對 公共化 比較想要在深入了解的話你就可以去算說 這個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那回程也是一樣我回程通常都是加快 好慢慢的 慢一點再放下來 好 那 曝光的時間調整其實跟機器有很大關係 所以你在看光顧化機器的時候 這是那個數值的料 給你的時候他會跟你建議秒數他通常旁邊應該都會建議說 這個是哪一個場哪一個機器的廠牌 好 因為每個機器廠牌他的燈呢 的效率都不太一樣 好 像這個是 以前就是近期出的機器都是矩陣的大概有 15個LED燈的矩陣 所以你就想想看 他有15顆燈泡打出來亮光是非常足夠 但是以前 的機器啊節省成本 因為你要讓 這個矩陣燈 同時發亮其實要寫蠻多韌體的 還有 他成本比較高 所以像以前就只有這樣 4顆燈 然後利用鏡子的反射把它去做放大 那 UV的燈泡不同啊 曝光的秒數都有所差異 近期大家已經流行到矩陣的 所以以前像這個我以前在使用這台機器的時候4顆燈 他每一層固化時間要10秒鐘 非常久 但近期現在4秒或3秒就可以 1乘4秒跟3秒 其實 時間差距是非常多的 所以你在 使用光過外音表記的時候首先你要先了解到你的機器形容到底是什麼 然後 原廠有沒有提供你 相對應的 參數 不然的話你就要花時間去測 啊我這邊有個習慣就是說 你盡量都是用固定廠牌的料 好 你不要 一直在換料 好 我覺得固定廠牌的料他的參數比較穩定 好 那講到參數設定完之後啊 我們就要去做模型檔的揮入 那他跟QR的模型檔揮入的方式也是一樣的 就是你就將模型丟進去切片裡面就可以了 然後 這邊的話 剛才看的那個模型呢 他其實需要支撐去做幫助的 所以我們這時候啊就要點一下支撐這邊 他是需要支撐去做 協助的如果沒有支撐的話他其實會長不出來 他跟FDM也是一樣如果今天沒有支撐的話他不會品工去長出來 他一定是從底板這邊去生成出來 那 支撐這邊的話就先做個個設定他其實可以先按照他的那個 參數去做就好這邊就不要再去做更改 然後你可以選擇是細的中的還是粗的支撐 然後我放到是中或細在選 細的話真的很細 拆起來比較好拆 然後密度的話 你就50 然後角度的話記得密度不要太高 如果太高的話 支撐跟支撐之間密度太高的話 他往後毛細現象 有可能你支撐跟支撐之間就互相固 到時候在拆的時候非常難拆 然後記得角度的話 我們建議都是70度啦 我們都是建議70度啦 比較安全的 如果你今天在列印的過程當中 支撐斷掉了 那是非常麻煩 變成說你的料槽都要去過濾出來 如果沒有過濾的話 他第二次壓的話 那個 會把直接把那個 裡面的LCD面板自己的壓破掉 所以我們這邊盡量求穩 不要險中求 不要太冒險這樣子 我們求穩把東西電印出來就可以了 好所以我們就設定70 那這邊 到 點這邊有個底法這邊 那我會建議用滑板的方式 不要用其他的啦 如果用滑板的話 他這邊有一個微微的傾斜 到時候你對 把模型從載台上面移下來的時候 也比較好慘 設定完之後你就按一下加所有 這邊有個加所有 他就會自動建立好支撐 像這樣子 像那個 就是嘎啦嘎啦嘛 嘎啦嘎啦的那個 骨頭棒子啊 他一開始是沒有東西產生的 所以他就是從 我們的底台這邊去延伸出一個支架出來 那建立支撐的話 盡量 他跟 FDM PLA的那個列印的機器一樣 只要有產生支撐的地方 他通常都會有一些痕跡在 這邊我們就建立好支撐了 這邊 完之後啊就要去想一下 我們通常啊在電影我們通常在光酷化電影的話他是模型的是從顛倒的去生成出來的 他會從這樣慢慢生生生生生到這邊 所以 我們在導放的時候我們就會去想說 我們今天模型這樣產生出來的時候 他到底 好不好去 好不方不方便去 生成出來的 那 FDM比較好 的地方是他是 從下往上漲 他這個剛好是相反 他會從這邊 拉上來 載台會從這邊拉上來 模型是從水裏面跑出來的 那模型從水裏面跑出來之後就有個問題啊 在我們拉的時候 會有一些浮力的問題 所以說會有一些 浮力啊水啊會從旁邊兩邊去做拉扯 所以變成說 如果你今天你的模型 是很平的方式去把它拉穿 就想想看你在撈 到那個夜市裏面撈金魚的時候 你是整塊平面放進水中 然後快速的從水中 平面的方式喔 接觸面線很大嗎 快速把它拉起來 在水中平面的方式拉起來 他所承受的力量啊 會非常的強大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會去想說 那 怎樣的擺放方式 讓他從水裏面 拉出來的時候 他的浮力 或者是他的壓力 會比較少 那我們這時候 我這邊就會建議這個模型啊 我就會這樣的去做擺放 如果今天 他拉起來的時候 他如果他今天拉起來的時候 水啊就可以順利的從這兩旁 去流開 而且拉的時候阻力也不會那麼大 然後從水中 從這個水中拉起來的時候啊 阻力就不會那麼大 就會從 比較可以順勢的留下來啊 再來阻力不會那麼大 也會增加你 列印時候的成功機率 那他 在官網當中啊也有介紹一篇文章 是寫說大概要旋轉幾度 他是建議旋轉傾斜個30度 對模型列印來講是非常 有幫助的 因為他測試的是列印一個 正方體 好 然後他發現 列印一個懸空的正方體 就是有一個支架 有個支架的正方體 好 然後他發現把正方體轉30度去做 列印的時候他呈現的那個角度啊 會比較完美 好 就是我們前面講到的這些 3D列印的模型啊 他都是實心的 但你每次都印實心的話 是會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他他也有一些 樓空的功能 所以 在點選上面的點選模型之後上面 一排裡面有個叫樓空 你點進去之後啊他問你說你要產生 的壁後到底要躲後 好那你就按開始這邊就按開始 這邊就按開始 好他就會開始樓空 那樓空的話就會像這樣子 裡面就是空心的 好 裡面就會空心的 但是啊 空心完之後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你要重新的再去建立一下支撐 樓空裡面也是要有支撐的 樓空內部也是需要有一些支撐去做支撐的 不然他可能會 產生不了 那挖空有個挖空完之後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其實會有水 他就是他 之後那個固態的固態的那個水啊 因為我們都會沉下去再拉上了 你挖空完之後啊那些固態的水 就會藏在這裡面 所以你挖空完之後 你會發現如果你沒有把它排開的話你會發現奇怪我的模型裡面會有那種水水的聲音 那 模型當中有液態的水就是液態的樹脂的話 有可能之後你的模型第一個會裂開 第二個你的樹脂可能會外流 那樹脂通常會有 就是對身體皮膚不太好 好 那這之後就會黏黏的啊 就很 很不舒服 甚至會 有毒啊 這時候我們就是要先選擇挖挖孔這個功能 挖孔這個功能啊就是 將 模型上面打一個孔方方便讓水去做排開 好再來就是 你在清洗模型的時候啊 你在清醒模型的時候啊 你可以 你在清醒模型的時候 你比較 可以把那個清洗液 就是倒入在那個模型當中去做清洗 好 那我這邊會建議說你挖孔的位置啊建議都在底部這邊 好 底部這邊我做挖孔 挖孔完之後啊他就會產生一個孔出來 好 那我這邊都會建議說 我這邊都會建議說 你挖孔的話 要挖成上跟下都要有氣孔 好 你不要只挖一個孔 如果你只挖個孔的話 他其實水是沒辦法排出來 因為他氣體沒辦法進去嗎 氣體沒辦法取代液體的位置嗎 所以你挖孔的話記得 上面挖氣孔下面出水孔 這是相對的 好 上面要挖氣孔 就是你挖洞 一定要挖兩個洞 你不能挖一個洞挖個洞的話 其實那個水都會卡在裡面 其實不好產生 就不好流出來 所以挖洞的話至少 兩個孔以上 最好的話就是以上一下 這樣子 上面進去下面就可以出 液體出來 挖完孔之後啊就建立一下支撐 然後最後你就可以去做切片的動作 跟FDM的印表機一樣 這樣 你今天 切片完之後你就按 切片 設定完之後你就按切片 切片完之後他就會產生一個列居扣的 好 這時候你就可以把這邊 你就會看一下切片的結果 然後去做保存 好去做保存 那我這邊先講一下 就是 機器結構來講的話 我們這邊通常都是有一個 LED燈 然後 這邊是一個LED螢幕 然後中間是料槽 這邊黑色是料槽 好 然後載台 通常載台下去之後到料槽裡面 LED燈 去做固化完之後 載台再會 升上 機器結構來講的話 我們就有分載台 料槽 LCD螢幕 跟UV LED燈 正是個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光固化各個部位講解 這個是載台 模型會黏在上面 料槽就是道路素質的地方 好 那料槽跟LCD螢幕這邊會有一個模 這個模就是透光 讓 光去照光固化素質固化素質在從 這邊 再從載 黏在載台之後啊 要到下一層的時候載台會抬升 好 這邊 講到這邊就是有關機器的部分 那下面這邊就是 我這邊建議初學者啊 因為你們都還沒辦法去判斷說你印的東西有沒有掉件什麼的 我這邊都會建議 這個材料啊記得回收的材料 這是你印完的素質 初學者啊我會建議每次都去過濾看看 因為有時候 裡面有一個 沒有固化完成東西 你沒有清出來 他的波他那個 電液的過程啊玻璃是壓的非常近的 有可能壓下去的時候那個LCD螢幕就會被壓破 然後壓破結果就是 你要去更換螢幕 一塊螢幕大概四五千塊都不便宜 所以如果習慣性的去清洗料槽 清洗完之後 我去過濾看看有沒有就是遺留掉的 殘渣了 這樣的話可以確保你機器可以安全的使用 但你手機可以去判斷說你 你列印 完就是 你列印完之後你 知道有沒有東西掉進去 你在考慮做你要不要再去做過濾 那過濾完之後清潔料槽部分就是要拿酒精 光光化素質其實就有點像油性一樣 那用酒精的方式就可以去做溶解 中解完之後再把它擦乾淨 那這個是列印完成的 那個 列印完成的那個成品啊 他會 黏在光顧花子 就是黏在腳踩上面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 解印完之後我們就是要拿 刮刀把它纏下來 那列印鍵在列印完成之後啊 我們就要去做清洗的動作 因為列印完成固化的模型 他上面會殘留很多 列印上的素質 那這些素質在未固化之前啊 對人體來講都是有毒的 好 那 我這邊清洗的順序 最簡單來講的話就是用液餅醇 或者是酒精醇類的去做清洗 那酒精 因為當時防疫的關係所以比較貴 所以很少會用酒精去做清洗 通常會拿液餅醇 那近期來講很多人都會開發 比液餅醇還要再便宜一點的 像我這邊 找到是水豚君去觀光水 他 的價格一公斤的220塊會比 我們一般的那個 乙醇啊或液餅醇來講便宜很多 所以我這邊的習慣就是清觀光水清洗完之後啊 再藉由液餅醇 再去做清洗第2次 所以清洗來講的話 一定要去做清洗啊 通常如果不清洗再去做惡固的話 其實上面 第一個模型會黏黏的 再來就是 你原本有的模型的細節 因為你沒有做清洗 惡固完之後 細節就會消失 所以這邊我們練一鍵 練一完之後啊 我們就要去做清洗的動作 那切記 在碰這些 未固化的物件的時候 務必一定要戴上手套 如果沒有戴上手套的話 他們對人體的皮膚其實 都不是很好 像我本身的話就會產生過敏的反應 那清洗完成之後啊 我們就會去做惡次的固化 所以像 在市面上都會有一些惡固的 惡次固化的固化燈 旁邊這邊啊都是 固化的那個LED燈就是一樣 就是那個紫色的LED燈 然後這邊有個旋轉台 然後上下都有燈 去做惡次固化 固化時間大概都是需要20分鐘 那模型呢 更加的穩固這樣子 如果 沒有去做固化的話 通常會有幾個 問題產生啊 就是 模型涅布啊 因為沒有固化的關係 可能過一兩個月模型就會自動裂開 所以這邊都要特別的去注意一下 那 我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列印 的料槽沒有清乾淨的話 像我就是不小心 不知道 然後 裡面有一些殘障不知道就按列印了 然後他就變成說他的載台跟 那個離型模 他是 壓得非常近的 上下距離就是 影射層高是0.05am 所以他 上下的距離就只有0.05am 他變成說我的東西 太大 然後又是硬的東西 壓下去 液晶螢幕破裂就會像這樣子 那之後 就會成形不了 好 那最後啊這邊 要講的就是說 我的模型啊 就是他現在機器有分什麼2K 4K 到現在已經有到8K了 那這邊就可以去觀察說 2K模型跟4K模型的差別 就是他細節上會更加細緻的 就像你看影片1080p跟4K影片的差別 這樣子 這個是2K跟4K的差別 好 那有關光顧化的電印啊 我就先講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跟我討論 謝謝 謝謝